hello大家好我是J 雖然身為一個不太看後宮戰鬥輕小說改編動畫的人 但是鼎鼎大名的刀劍神魚我還是看過的 其實我給他的評價不差 在買AnimeList上我給了他6分的成績 他絕對比多數爛俗輕小說改編動畫好 但也絕對稱不上神作 對我而言他是一部娛樂性不錯的爽片罷了 但是...但是... 這次的劇場版真TM好看 沒錯是爆幹爽 他沒好看到讓刀劍黑轉白 但換你讓一般觀眾變成刀劍粉 以前我看到人家刷 宇宙神作的刀劍神魚我是這個表情 看完刀劍劇場版後人家刷 宇宙神作的刀劍神魚我會陪你一起刷 宇宙神作的刀劍神魚 好啦真的很好看但是沒那麼誇張啦 我非常推薦一下幾種觀眾去看 1.刀劍除 多戴幾條褲子去換 你會濕著走出去好幾次 2.輕微刀劍粉 你不用笑人家 你也會濕著走出去 戴一條褲子去換吧 3.看過刀劍神魚 不喜歡也不討厭的一般觀眾 你只要跟著我一樣戴這一副 哼讓我見識見識 大腦的心爆 基本上我認為除了刀劍黑以外 大多數的觀眾只要有先把兩季TV動畫看完 都會覺得好看 而我剛才說我給刀劍兩季TV版是6分 那麼這次劇場版我會直接給到8分這麼高 他真的很有娛樂性 我個人是建議抱著看爽片的心態去看比較好 這次的戰鬥場面真的是能讓製作公司A1 把招牌給擦亮了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品質起伏很大 而這次你能看到 當A1砸錢砸到極限能屌成什麼樣子 這部分你真的要自己去體會 他的戰鬥場面絕對是整部片最大的亮點 加上微譜大神的配樂一催下去真的是爆幹爽 光是為了這個戰鬥場面就絕對有去二刷的價值了 不過在劇情方面雖然精簡且完整 但終究在有一些地方讓人想吐槽 前中段刷怪的地方也有些冗場 唉反正刀劍神域本來就是追求娛樂為主的作品 都特地來看刀劍了就別挑剔故事邏輯什麼的 還是放開腦袋心爆一下吧 然後還是提醒想看的觀眾 這次劇場版是粉絲向的作品 沒看完兩季TV動畫不建議觀看 雖然不會看不懂 但有些感動必須要看完TV版才體會的到 這次A1真的是誠意滿滿 他完全知道觀眾想看什麼 就算劇情硬扯一點也要弄給你看 除了Coffee Soda以外 該出現的所有東西都出現了 這不絕對能讓你重新燃起對刀劍的熱愛 讓對刀劍無感的人喜歡上刀劍 讓刀劍廚師好幾條褲子回家 絕對稱得上刀劍神域的極大成 接著去有劇透的閒聊 怕劇透的觀眾請斟酌觀賞 3 2 1 這次刀劍神域劇場版有很多很有趣的看點 像是不同於以往用VR為主軸 這次是以AR擴增實境為主 簡單的說就是在東京玩超高級的Pokemon GO 還有一個類似初音未來的虛擬偶像 在你旁邊給你唱歌上BUFF 看我們的黑衣劍是同仁從虛擬世界搬到現實世界後 用他運動不足的宅宅山區被怪掉啦 真的是...愉悅 肥宅表示不喜歡這款遊戲 然後這次眾多女角中戲份最多的不意外就是正妻雅斯娜 可惜刀劍中我唯一沒那麼喜歡的女角就是雅斯娜 而且我最喜歡的妹妹竟然就被晾在一旁 連克萊因的戲份都比她多 Why?! 不是說好選凶大的嗎?搞屁啊! 接著來簡單講一下劇情上比較想吐槽的幾個地方 這次劇場版把SAO中一些看不到的BOSS也加了進來 包含了第100層的最終BOSS 而故事最後硬是要叫同仁他們去把王給推掉 這個轉折上感覺是有點硬啊 以及那些被BOSS殺得不要不要再求救的民眾 為什麼不拿下頭上的AR裝置就好了呢? 為什麼警察叔叔隨手一槍就能打爆門說不先幫忙開門呢? 但我先前說過A1完全知道觀眾想看什麼 為了讓劇情邏輯順善而不去打這個100層BOSS才是真正的硬傷啊 這場BOSS戰把所有我認識的不認識的大叔你誰啊 喔我記得這一堆 過往各個角色帶來一起打王回憶整個湧了上來 甚至連遊戲都登場了幾秒跟雅斯娜連收時出盛模勝勇 哇靠連不是刀劍除的我都快高潮了 跳到這裡誰管他媽的劇情邏輯啊 Who care? 唯一的缺案就是為什麼沒喊星暴氣流戰 你搞屁啊同仁這個時候突然害臊個什麼勁啊 中間來說刀劍神域劇長版是一部非常粉絲向的娛樂爽片 哪怕你對刀劍神域沒有一點喜歡 只要你不討厭這部作品看完兩季動畫 你都能體會到他十足的娛樂性 他確實有些劇情硬傷 但管他媽的邏輯我今天就是要來看星暴氣流展啦 Peace 最後講一個明顯的小彩蛋 在電影前段眾人去的餐廳應該是同為A1製作的迷糊餐廳瓦古納利亞 有看過這部作品的觀眾應該看到制服就知道了吧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我的節目的話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AJ我們下期再見